大家好,我是BB班的李易南 我是BB班的范秋元 易南,你選了個幽默的人 蛤?幽默? 中文我認識 什麼是中文? 中文密書 說起,我都有點傷感 唉 看來你都問幾名什麼是幽默 不如我和你分享有關史上的幽默故事 好啊 故事一 這一輯是關於鬧饑荒的幽默故事 話說,有個胖胖的大蜘蛛 在家上面見到一個很瘦的窮人 還想笑他 你這麼瘦 一見到你 就知道 這個世界 流著饑荒 真可憐 好瘦的窮人聽到他一番說話 都不生氣 還微微一笑 跟他慢慢說 好 你這麼瘦 一見到你 就知道這個世界 鬧饑荒的真正原因 故事一 故事一 話說 是國第九任總統 哈利順出生痕跡 小時候 那些人都 當他是傻瓜 經常弄他 他們經常把一筆銀幣 和兩筆銀幣 又在他面前 叫他隨便撿一個 哈利順總是會撿一筆銀幣 但那些人都當他是傻的 都搞笑他 哈利順 你有錢撿了 看看你撿一元還是兩元 真是撿一元 傻瓜 哈利順你又有錢撿了 看今次的撿 一元還是兩元 都是撿一元 傻瓜 有一天 有個善良的古人 看不下去了 和他欺負信說 可憐的孩子 你不知道兩元 給一元 是錢的嗎 是錢的嗎 我當然知道 但如果我撿了兩元 以後還有誰會 扔錢給我撿 哈利順 故先生 有一天 德國大詩仁哥德 在公園散步 在一條合集的小路上 遇到一位 擺對他的批評鑑 你幹嘛要阻止我下落 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是不會讓路 被傻瓜走的 這麼對的 我和你剛剛相反請 算你才做呢 傻瓜 或是怎麼做呢 我 你不做 好像故事中的主角 說話真的很有智慧 是啊 你也要講一個有音 和有智慧的人 知道嗎 其实,我做一个可爱的傻瓜都不错 各位同学,幽默生活中很多的小生是一种自幻的表现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遇到各种困难时 都不要忘记用幽默和淡定的心态去面对它 让生活变得这么美丽 如果大家还想看多些关于幽默的故事 可以到同学馆正在肯笑 拜拜